要是少了您持续的帮助 他们的幸福 也只能被暂停 联合圈幕发起2023爱新定存 呼吁民众定期定额定存关怀弱势 同时颁赠感谢状 向长期支持的爱新企业表达感谢 但近年募德的经费比往年更少 除了大环境不景气 经济较为困难外 电信诈骗盛行 造成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降低 也是主因 把资源衔接给400家中小型社福单位的联合圈幕 为了不让大环境的不景气 造成弱势社福的支持 在关键时刻按下暂停键 特别邀请金马金钟双金引后 谢盈轩三度担任爱新大使站台 试图让爱持续运转 定而定存 其实是联合圈幕给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因为我们真的就是比方说500块 可能就不会像单笔捐的那么的高 但是其实比方说你一年捐500的话 对公益团体来讲 他就是可以知道说 你每年一定会有这个固定的支出 连续三年担任联合圈幕代言爱新大使 谢盈轩签称并未直接为弱势做些什么 而是因为身为演员 让他对社会角落多些观察与关怀 有时候我们在就是赶车的时候 一定会去车站或怎么样 那你会看到在旁边其实有很多的人 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选择他们的生活 跟他们居住的地方 那需要受到帮助 不要小看一点一滴 对于弱势族群 一点而钱都能给予他们最大的支持 环境不景气可能停工停薪 角落的人却无法因此暂停他们的困境 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社会有这些行善的社福组织作为桥梁 传递温暖 让人间爱不会被暂停 幸福不能被暂停 人间卫视陈欣宋一珍台北采访报道